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好 那在我们这一个章节里面呢 开始来为大家介绍原子和元素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我们其实呢所有的物质呢 基本上来讲 不管它是存物质混合物 基本上来讲都是由我们的原子 以一种或一种以上不同的原子来构成的 所以呢 简单来说 我们对任何物质的一个了解 都是由它的里面所组成的这一些原子呢 来开始认识它 那我们现在呢提到了这个原子跟元素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原子呢正如刚刚所提过的 它可以去组成包括很多的同样的原子来组成的 或者是呢由不同的原子彼此之间以固定的一个方式去形成的 比如说像两个原子 像氧的两个原子它就会形成所谓的氧分子 那如果更多一点的话呢 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 基本上都是由这一些的原子 以他们独特的一个方式 形成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因为原子的性质不一样 所以它也就造成了我们很多的物质的性质 也会跟着不一样 所以在我们的那个周期表里面 那个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一些的元素 其实基本上来讲 他们的构成单位就是以单一个原子的一个概念 来跟大家来做介绍 所以能够对我们的这一些原子的基本的特性 有所了解的话 那相信让大家对于这些物质组成的一个认知 就会更清楚 那在我们的自然界里面 一般正常会看到的元素大概有91种 那意思就是会有91种不同的原子 那科学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以人工合成的方式 也组成了20多种的元素 但是这一些我们以人工的方式去合成的 这20多种的元素 后来其实被发现在我们的自然界里面 其实有它微量的存在 只是可能就是比较稀少 所以大家认为它不存在 那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些原子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可以在周期表里面 以它不同的组 或者是不同的周期 我们就可以对这一个原子 它的一个特性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组 它的概念它是在周期表里面 它是以直行的方式列下来的 意思就是代表这一行里面的所有的原子 它们的特性非常的相似 那如果是以周期的话 就是这一些的原子在组成的时候 它们有固定的一个排列的一个方式 所以它就会去形成这个所谓的周期 那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使用周期表的时候 能花一点点的时间去分辨一下 接着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原子 那个理论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那最早呢提出这个物质是由原子来组成的 这个科学家呢 那他的全名叫Democritus 那跟他的老师呢 叫做这个Lucypus Lucypus 这两个人呢 他们就提出了这个原子的一个概念 他们提出呢 如果我们把物质不断的细分 最后会得到不可以再分割的微小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在他们的称呼里面就是称他叫原子 意思呢 就是指他没有办法再分割的一个意思 好 接下来呢 在1808年的时候呢 Darton 就是Darton 他也正式的提出了一个原子的理论 他的原子理论里面呢 包括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 所有的元素呢 都是由称为原子的微小而不可分割的例子来组成的 第二点 相同元素的组成 他的原子呢 含有相同的质量跟性质 跟其他的元素所含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其实简单的说 就是说每一种的原子都有他独特的特性 跟其他的原子是不一样的 那第三点来讲的话呢 不同的元素的原子是以简单整数比 互相结合成化合物 所以呢 这在我们耳后在教导各位同学做这些化学物质的一个 呈列的一个方程式来讲的话 同学要记住这个基本的规则 他是要以简单的整数比的方式呢 来呈现 接着下来呢 这个原子 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不可以再分割 可是呢 当然科学在进步 那后来呢 有其他的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原子里面呢 事实上还有更小的这些例子 可是呢 这些的例子呢 基本上来讲 跟我们在讲这些化合物的结合上面来讲的话呢 他还是以整个原子的一个整体呢去进行这些的化学物质的一个组成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只是单纯的让大家更 单纯的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更基本的这样的一个 例子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呢 这个Thompson呢 这英国的物理学家Thompson呢 他发现了这个更小更基本的例子 那在他的认知里面呢 他把他称为叫做电子 那我们的英文叫Electron 那他发现这个电子之后呢 他研究以后发现这个电子基本上呢 他是带所谓的负电盒 那就英文是Negative charge 那这个电子他的特性呢 因为他是原子里面的更小的 比原子更小的例子 所以呢 他一定是比原子更轻更小 但是呢 很重要的一点是 他提出了 这个在原子里面呢 我们有电子 可是呢 同时间他应该要有能够跟这个电子来综合电性的 这一些所谓正电盒的东西的存在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一些带正电盒的呢 更小的例子 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质质 好 如果呢 我们以这个Thompson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科学家他们就进一步的想要去了解 我们这个在原子里面的这些更小的例子呢 他们分布的情形呢 到底是怎么样 比如说呢 曾经有人提出说 这个电子呢 他是很均匀的散布在正电盒的这个球体上面 因为他们的这个正负电要让他能够中和 所以呢他要均匀的散布在这边 好 那实际上呢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呢 看另外一个研究 拉赛弗呢 他在为了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呢 他去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他的这个实验我们称为叫金箔的实验 他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使用我们在讲的所谓的α粒子 那那个顺便跟同学介绍一下 这个α粒子基本上来讲 他其实就是所谓氦的一个那个离子 去撞击这个金箔 那这边先简单解释一下 如果这个刚刚我们所提的这样的理论是正确的 当我们这边有这一些发射源 把这一些的氦的这一些的离子打过来 打到金箔上 如果是他是一个均匀分布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那理论上来讲 我们这个会产生这种 这个所谓的α粒子会被阻隔掉 或者是产生偏移的 应该是到处都会有 因为他是均匀散布的 可是呢 经过了这个拉赛福他们的这一个实验的结果呢 却发现了只有少部分 他会发生这一些所谓大角度的偏折 其余的呢 这一些的α粒子呢 可能就是直接通过这个金箔 所以呢 这个如何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那后来呢 这个是我们在讲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就是说 因为在我们的原子里面呢 真正能够会让这个α粒子产生偏折或者是弹毁的呢 它基本上占整个原子里面 它的体积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当然呢 以我们现在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理解呢 我们知道了 会让它产生这个偏折的主要就是我们在讲一个原子里面的原子核 那这里顺带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这个原子里面呢 它有这个原子核的结构 这个原子核里面呢 其实它组成的这些更小的粒子呢 分为我们刚刚提过的子子 就是带正电的 还有呢 中子 它是不带电的 那由这两种更细小的粒子呢 集合形成了我们在讲的这个原子核 那当然这个电子呢 它其实就是在外围的地方呢 形成这个我们在讲的一个电子可以产生的这个轨域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过电子它是带负电的 所以呢 这个根据这个拉塞浦的这个那个金箔实验的一个结论呢 它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理论 原子大部分的质量跟所有的正电 其实都集中在一个称为原子核Nucleus里面 那原子大部分的体积都是空的 带负电核的微小电子散布在其中 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它出现了有一定的所谓电子的轨域 那原子核外面带负电的电子的树木 跟我们讲原子核里面带正电的直子的树木呢 是相同的 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的原子它应该是所谓的电中性 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对这个原子的一个了解 所以呢换句话说原子它的质量的分布呢 基本上来讲并不是像我们刚刚所提的 它是一个均匀分布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这个原子核基本上来讲呢 它是包含了大概99.9%的原子的质量 因为它里面含了中子跟直子 可是呢 但是它在我们整个原子里面呢 却只占了一小部分的体积 因为原子核它就是一个原子的中心 所以它占的体积其实是非常的小 那电子的话呢 它散布在这个原子里面大部分的体积里面 可是呢它的质量非常非常的轻 如果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呢 这个电子它是呢 直子或中子质量的1836分之一 所以呢这个同学应该就可以知道 所以呢这个电子基本上来讲 我们在计算一个原子的质量的时候 因为这个电子的质量真的差蛮多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会倾向忽略不计它 那所以呢最后的结论 整个原子的结构实际上呢 它并不是一个均匀的一个构造 那我想这一点要请同学呢 要能很清楚的分辨的出来 好那我们刚刚呢跟大家介绍到这个所谓的原子里面的更细小的这些的例子 那我们刚刚也约略提过有所谓的直子跟电子 那我们现在呢就更进一步的来说明 这个电盒呢对直子来讲它是带正电的 所以是正电盒 那电子的话呢它就带负电盒 这是他们最基本最基本的特性 那请同学一定要记清楚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正电盒和负电盒彼此之间呢 他们会互相的吸引 那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在讲的那个磁铁的概念是一样的 这个磁铁呢我们如果把它的同样都是把它用在所谓的这个正极来讲的话 那它这两个的磁铁呢他们就会互相产生排斥 所以呢我们的电盒基本上它也是这样的特性 所以呢正正电盒在一起的时候 或者是负负电盒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产生这种排斥的现象 那只有正电盒跟负电盒呢 他们的电性彼此抵消以后 他们才可以去结合在一起 形成所谓的电中性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先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正常的原子里面 我们的直子的数量 会跟电子的数量是一样多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它带的正电盒 跟带的负电盒要一样多才会形成电中性 另外再跟大家补充一点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的直子的数量 或电子的数量有多少呢 答案就是周期表上面这一个原子 它所排列的这个顺序呢 在周期表里面排列的顺序 我们称为叫原子序 那它的原子序 其实就是代表它的这个原子的直子数 也代表这个原子的电子数 所以这一点呢 请同学呢要把它给记清楚 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到这个直子中子电子 它的一个特性 那个 在原子里面呢 这些电子、中子、直子 我们这边呢 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质量 或者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AMU 然后或者是它的电荷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电子呢 如果以克为单位的话 这个电子它的质量呢 是只有0.00091乘上10的-24次方克 那如果我们用它的这个所谓的原子质量单位 这个AMU叫Atomic Mass Unit 它是原子质量单位 它只有0.00055 那它所带的电荷 我们讲过电子是带负电 所以是负一价 那以中子来讲的话呢 它的质量是1.67493乘上10的-24次方 那它的质量AMU来讲的话呢 是1.0087 那中子的话呢 它是不带电的 如果是以直子来讲的话呢 它的质量是1.67262乘上10的-24次方克 那它的这个AMU的质量呢 是1.0073 然后呢电荷是带正价 那我们其实在刚刚已经有跟大家约略提到这个整个 对一个原子来讲整个组成它的主要的质量呢 是集中在原子核 那为什么它集中在原子核呢 我们有提过它是原子核是由中子跟子子来构成的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中子跟子子 它们的这个所谓的原子质量单位呢 其实是相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把它们当成是1 好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个原子核里面一个原子的质量 基本上就是由中子跟子子来相加而成的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过 因为电子的质量实在是相差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呢 我们那个会把这个电子的质量呢 倾向把它忽略不计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把我们刚刚有介绍过的部分 再让各位同学看到这个实际的数字去理解它 好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一些的原子的组成呢 每一种的原子跟其他的原子彼此之间呢 会有一些特性上面的不同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元素来讲 或原子来讲 它们是有差异的 简单来讲呢 我们可以由它的指指数来定义 所以呢 换句话说 直指的数目会决定的这个原子的种类 跟它的特性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如果直指数不同 那一定就代表它是不同的元素 这里有一些的符号 希望各位同学也要尽量能够去理解它 这个原子盒里面的直指的数目呢 我们其实刚刚有讲过 它其实就是原子的序 叫atomic number 那我们通常是用我们大写 英文字的大写 z 这一个方式呢 来做表示 那正如刚刚我们介绍过的 所以原子序又相当于这一个原子的直指数 也相当于这一个原子的电子数 所以你只要在周期表里面查到了这个原子序的话 其实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是它的电子数 或者是它的直指数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数量有多少了 那我们在讲这个周期表的时候呢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现在的周期表上面 它有以原子序的方法呢 来进行这一个排列 那这个就是我们把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一些的元素 依据它这个原子序的这个大小呢 以有次序陈列出来 那当然我们这一些元素的符号呢 有很多种不同的命名的来源 我们等一下会再跟大家更详细的说明 那基本上来讲呢 主要它是以英文来命名的 那有一些的元素呢 则是来自拉丁文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我们讲到的甲 那它的符号是用k来代表 那主要呢 它是来自拉丁文 kaleo 如果是以na的话呢 它是在我们 它的符号是na 那它也一样是来自我们讲的拉丁文 nation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一些的元素呢 如果我们要写它的这个英文的全名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有它的一些来源 那这个同学呢 可以去尽量去理解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周期表 那这个周期表呢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很简单的提过 这个同一行的 同一行的 这个我们称为叫足 如果是横的这样看的话呢 这个我们称为叫做周期 所以呢 这个 那在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周期表里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上面的位置 这里有我们在刚刚提过的原子序 所以我们是用符号大z来代表 那接着下来 因为我们这个是有中文的 所以呢 我们有除了这个元素的基本的符号以外 另外呢 我们有用中文来注记 我们所翻译的这一个中文字是怎么样 那接着下来呢 这里有我们在讲的有一组的数据在这边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在讲这一个原子的原子量 或者是原子量的一个概念 那最下面的这一个地方呢 就是这一个元素的英文名称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找到这一些的元素以后 你想要进一步的去知道它的原子量 或者是去知道它的这一些元素的名称 其实在周期表里面呢 那大家其实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呢 去查到相关的资讯 好 那我们接着下来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些元素的名称 跟符号的来源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一般来讲我们当然是以英文为主 那也有这个拉丁文 或者是呢 甚至希腊文的缩写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讲的帖 它的英文就是叫Iron 那它的符号呢 是F1 那如果以拉丁文来讲的话呢 叫Ferum 那如果呢 我们也可以用元素的性质来命名 比如说像亚Argon 它是由希腊字的这个Argos 意思就是不活泼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 它是在我们的周期表里面的8A组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怎么分 那它在8A组这里 它就是我们称为叫惰性气体 所以意思就是它不会去跟其他的原子 进行任何的反应 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来源 那个性质的命名的一个来源 或者是呢 我们在命名的时候 可能可以以国家来命名 比如说我们在讲的这个譜 Poloneum 它是来自我们讲的Poland Poland 那如果呢 我们在讲的这个法 它是Francium 它是来自法国Francium 另外我们在讲的这个美 Americium 它是来自美国 就是American 这一个字很像 所以我们也可以以它这个发现 或制作出来的这一个国家来命名 另外呢 如果是以科学家自己的姓氏来做命名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讲的这个CM 这个符号 它是我们居里夫人 她的这个名字的音符 所以这些呢 是我们在讲的一些元素的名称跟符号的一些的来源 那接着下来呢 介绍了这么多 我想呢 各位同学呢 应该可以理解到我们怎么样去判别一个原子 而且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周期表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请各位同学呢 花一点点的时间练习一下 可不可以从我们讲的这个周期表里面呢 去找到这些相关的 我们有四个元素 那请大家呢 花一点时间去做个练习 下一个 części裤子 请大家回顾一下 按下一个交称 给我按下一个交称 你给我按下这个交称 给我按下一个交称 给你按下一个交称 那儿子 给你按下一个交称 付制度也不需要 我可以按下一个交称 给你按下一个交称 用的吗 要非常交称 最后一圈的交称 给你按下一个交称 还是会 那我想大家在这个周期表使用的第一次 在使用它要去找这些元素的时候 应该会花一点点的时间 不过这个就是熟能生巧 大家多找几次 然后就慢慢的会去记住这一些元素 他们应该存在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解答 那我们第一个讲到的是金 他的英文叫gold 那他的符号我们是用所谓的au 那他的原子序 就是我们刚刚有介绍过这个周期表里面 他这一些的 每一个部分所代表的意义 那你查一下他的原子序是79 那radium就我们在讲的雷 他的符号是ra 那那个同学要注意这个符号在写 如果有两个字母的话 第一个字通常会是大写 第二个字是小写 那他的原子序的话呢 是88 那 接着第三个是tai titanium 那我们的符号是ti 原子序是22 那另外一个呢 c secalium 那他的符号是se 原子序是34 那如果还没有找到的同学 可能你就是再多练习一下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只是让大家熟悉整个周期表的一个 一个 这个 构造 那让大家能够去找到自己要找的这一些的元素 好 那我们 在这个 之前使用过的这个周期表里面呢 我们把刚刚 题目所出来的这四个主要的元素呢 我们用红色的字 这红色呢 把它给圈起来 那那个同学就可以自己 还没找到的同学呢 就可以自己稍微再看一下 那个相关的位置在哪里